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君子定理 在講君子定理之前 我們先講一個引擬 這個所謂的羅爾定理 羅爾定理它是怎麼講 它是說一個函數 在一個壁區間上面 它是連續的 而且在這個開區間上面 是可違 那現在問題是說 它為什麼不講那個是壁區間可違 什麼叫壁區間可違 我們知道端點的話 只有一半的極限 就是說只有那個 左導數就右導數 所謂在壁區間可違的意思就是說 在內點 它是可違的 在端點 左端點的話 它右導數存在 那右端點的話 它左導數存在 有一種情形像什麼 像如果說半點 半點的話 這個端點上面 它這個 右導數它是無窮大 所以是不存在的 這裡的話 端點左導數它是無窮大 但是這種情況的話 羅爾定理也是成立的 就是說因為 這個是連續函數 在壁區間它是連續函數的 然後在內點的話 它每一點可違 雖然什麼 在端點它是不可違 所以的話 像這種遠這種東西的話 在左端點 雖然呢 血力是無窮大 不可違的話 這個羅爾定理呢 對它而言還是成立的 好 它是說 如果在內點可違 整個區間呢 它都是連續的 那麼我就一定可以存在 而且 端點的函數值一樣 這個是 Fa 等於Fb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內點 這個內點 上面的什麼呢 切線協力等於0 那這一看的話 本來就會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的話 來這個 說明一下 相當也是證明 我們假設說 因為它是個壁區間 那由最大最小子定理的話 它在裡面的話 一定可以找到什麼呢 最大跟最小子 好 如果啦 它最大子的話 是在端點的話 那麼呢 它圖形 就會變成這樣子 要嘛就是常數 要嘛就是這個樣子 那最小子在這裡 好 啊根據什麼呢 根據那個費馬定理的話 這裡 極小子上面 它的歸分 一定是等於0 一次歸分的話 在等於0 如果呢 它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常數的話 在每一點 我也會也就等於 好 如果 它的那個 端點的話 它的 就是它的最大子 如果的話 是在最端點的話 就會是這種情況 如果最小子的話 在端點的話 那麼它情況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一定找到最大子 它的切線協力等於0 找到最小子 它切線協力等於0 因為它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整個區域 開區間 它都是可為的 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不會呢 出現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這種情況的話 它的最大子的話 就沒有切線協力 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為什麼 因為它在開區間上面 每一點都是可為的 每一點都是可為的 那這樣的話 就證明了 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很直觀 就是說 兩個端點指一樣的話 它是曲線的話 一定是這種 那它一定有個地方 它的切線協力等於0 為什麼呢 那從大到小的話 它一定通過什麼呢 通過沒有變的地方 那瞬間沒有變的地方 那個就是切線協力 那這樣的話 如果定理 這樣就說明完了 說明完的話 這種也是 事實上本質上也是證明